嗨,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部克苏鲁风格的经典奇幻恐怖片。 故事开始时,一位名叫戴森的记者,为了调查最近发生的一宗连环杀人案,不惜只身冒险来到了这栋与案件有关的别墅。 在敲了几下门后,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女子将戴森迎了进去,谁知才刚走进去,戴森就敢受到周围传来的一阵刺骨的寒忍。 周围当时剩下的季节是格格不露的,随后一个哆嗦,让她改芒果锦身上的外套,而女子也贴心的浪女拥为戴森端来了一杯热茶。 接着戴森就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今天的来意,甚至还威胁女子,如果不如是交代案件的经过,那么她就会把警察找来。 其量女子对此毫不畏惧,而是淡定地和戴森聊起来自己母亲的往事。 在二十年前,女子的母亲艾米丽,彼时还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少女,为了躲避变态继父的骚扰,她悄悄来到这个小镇,并向房东安娜女士租下了别墅的二楼暂座居住。 在搬进来时,安娜女士十分严肃地告诉艾米丽,一定不能打扰到住在三楼的麦丹博士。 艾米丽虽然不明所以,但还是照做了,然后不幸的是,艾米丽的继父很快就找上门来,并试图要对艾米丽行不轨之举。 无处的艾米丽只好挣扎着爬向三楼,可继父很快就将她拽了回去,幸好危急时刻,买登博士及时出现并救下了艾米丽。 等感冒继父后,买登博士还十分体贴地将艾米丽带进自己的房间里处理伤口,只是这房间里的温度却冷得让人可怕。 看着被冻到瑟瑟发抖的艾米丽,买登博士只能尴尬地解释道,自己因为患有影集,所以不能接触高温。 艾米丽表示理解,随后便裹着床单匆匆忙忙地下了奥楼。 夜里在睡着时,艾米丽突然被楼上的敲打声吵醒,接着还有一些恐怖的血迹从天花板上渗漏下来,滴到了她的脸上。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,艾米丽走到楼上推开了买登博士的房门,无聊却看到博士和安娜女士正在杀害继父的场景。 一阵尖叫过后,艾米丽直接运了过去,等她再次醒来时,博士却告诉她无比惊慌,因为那只是她吃药时产生的幻觉而已。 单纯的艾米丽不已有她,冷冷开心地住了下来,并在对面的餐厅找到一份服务员的工作。 然后餐厅的老板却对博士还活着的事情感到十分惊讶,因为在她的印象里,博士已经是一百多岁的高龄。 在两人闲聊时,旁边的几位警察却突然提起了最近的寻人启事,而上面映着的竟然就是季父的照片。 这也意味着那天晚上,艾米丽看到季父被杀的场景,其实是真实发生的。 这种可怕的猜想让艾米丽愤怒地去质问博士,然后对方却含情默默地告诉她自己愿意为了她去杀任何人。 刚说完,博士就发生了眩晕,艾米丽只能帮忙将她抚回房间。 这是博士开始和艾米丽说起了四集的故事。 多年前博士偶兰得到了一本死灵之书,上面记载有可以永生的办法,但这个办法却是要用人的脊髓作为药引, 而且用药之后,人只能永远地待在冰窟里。 在花园漫步时,博士用几次药器让一朵枯萎的玫瑰起死回生,随后她还深情地向艾米丽表达了自己的爱意。 就这样两人在花园里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,而这一切都落在了艾娜女士的眼里。 由于对博士多年的爱而不得,让艾娜嫉妒地拿着匕首逼走了艾米丽。 可没想到几个月后,艾米丽又再次回到了别墅,因为此时的她已经怀有身孕。 然后这次却让她碰见了两人试图抽走餐厅老板几次的场景,艾米丽想要上前阻止,却被艾娜的匕首捅伤。 艾娜主张直接杀死艾米丽,因为她知道太多的秘密,但博士却因为爱情熬起了恻隐之心。 在与艾娜争吵的途中,她不小心打翻了一瓶药液,在氧气的催化下,液体瞬间燃起了大火。 随着高温的灼烧,博士慢慢地融化,她的生命也逐渐走到了尽头,最后面目全非的她很快就化作了一滩浓水。 由于场面十分引人不适,所以小伙伴们可以自行脑补,我这里就不播放了。 而愤怒的艾娜给了艾米丽一枪,此时艾米丽用尽全身力气说了一句, 我怀上了博士的孩子,艾娜听完便手下留情了。 接着画面转到了现实中,女子面无表情地说完了母亲的故事, 而戴森在听完后却一口咬定眼前的女子就是艾米丽。 当对方摘掉墓镜后,果然露出了艾米丽的脸, 而一旁的女仆就有事防夺艾娜,而这个孩子也让诅咒延续到艾米丽的身上。 为了生存,艾米丽只能不停地去杀人取随, 为了守护博士的血脉,艾娜也只能帮着艾米丽去杀人。 可惜的是,这个孩子怀了二十多年,也没能生下来。 虽然戴森得知了事情的真相, 但乌鲁圈套的他注定只能成为下一个几岁的提供者。 在安娜举着刀子对准戴森的轻松画面中, 故事也加热而止,人心的欲望往往会成为罪恶的源泉,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永生, 却要残忍害死许多无辜者的生命。 这样刽子手的行为恰恰也说明了人心有时候要比怪物可怕得多。 好啦,今天的故事选自电影《死灵之书》。 虽然这是一部90年代的老电影, 但是可不要小看了当时的恐怖特效, 想看的小伙伴们做好心理准备哦。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啦, 喜欢悄悄讲故事的记得关注我呀,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,么么哒。